好,现在我们介绍函数,前面实际上我们已经结束了很多的函数,比如我们多次调用C语言标准库的print函数,用来进行输出, 调用标准库的scanf函数用来输入数据给一个变量,我们还建议我们自己的函数在我们一开始这个课程里面, 现在我们在进一步说明这个函数的概念,所谓的函数就是一个命名的程序块,通常是用来制成某个专门的任务, 定义一个函数是按照这样的格式,要说明函数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呢,后面一个员口号可以给它传递一些参数数据, 比如我们print就通过员口号给它传递数据,也就是函数名后面的这类员口号要说明它能接收什么样类型的数据, 函数名前面是返回类型,就是函数之前的结果会返回一个返回值,返回结果,这个返回值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用两个左右画号里面有一系列的语句,这一组语句就加上画号就成为函数体,好,下面我们看具体的执行,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冲进一个叫function.c的函数的这样一个.c的文件,这个名字随便怎么去, 同样的我们把输了输出,这用的最多的包含进来,rntn名,这个main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函数,是吧,这是函数名,这是返回类型,就是main函数要返回一个整形, 我们可以通过return语句返回这个main函数之间结果,连接这个整数值,然后这个画号这里面整个这个左右画号各在函数里,这个是参数,就是main函数在这里我们没给它参数,是吧,这是最简单的,好,下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前面,第一讲的就已经讲了,我们可以定义自己的函数,比如叫voidf,我们这里定义函数f,它这个f是函数名,前面是返回类型void,void表示无类型,就是没有类型,也就是这个函数呢,是没有返回值的,现在这里是空函数, 我们在main函数里可以调用它,这里叫定义函数,定义函数除了包括函数名,这个原括号这里,里面是一些参数,也称为参数列表,然后呢,这个画号函数体,就包含这个函数体的这样一个完整的, 称为函数定义,然后我们在main函数里面呢,只给了一函数名,加上一个原括号,原括号就可以传递数据,这样一种语句叫做函数调用, 上面这个呢,叫函数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置身这个函数, 把dh这个,这函数不掉,我们这里来掉了,这个刚才这里,这个函数掉, 这里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f函数呢,它里面函数是空的,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打印去,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它, 好,这个时候,我们说C元成织,总是执行一个函数, main函数,在main函数里面,我们也通过函数调用,就是执行了f函数, 就当我们执行这个语句的时候,会执行这个函数执行, 这函数里面有两条语句,那么就会显示这两条语句的内容, 所以这是函数定义,这是函数调用,我们也可以是什么呢, 也可以像这个函数传递,函数这个原括的也可以进行一次参数, 比如我们假如进行一个叫n,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一个, 就是for循环forinti等于0,i小于n,i加加, 就说我们在for循环里呢,这里根据存在内的,这里就是一个参数, 函数定义的这个参数,n叫形式参数,n是一个整数, 就是说这里循环n字,然后把这里面,就是把这里面称呼出现n字, 这是函数定义,我们因为这个函数定义里面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叫形式参数,也简称形参,n是形式参数, 但是我们在main函数调用这个f函数时要提供一个实际参数,比如3, 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执行f3的时候,因为这里需要一个数据n嘛, 我们在这里调用的时候必须给它传递一个数据, 我们现在处理一个数据3,那么这个3叫实际参数, 简称实参,在调用这个f函数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实际参数呢, 给形参数呢,给形参数进行负责,就是把3的责负责给n, 那么在这里,两个,两个进行的n字形的时候,f字形的时候, 这个n就是3了,所以这里循环了3次,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 好,现在看,我们看循环的3次,是吧? 关不掉。好,假如我们提供给个2给了,那么它肯定就执行循环2次。 你看它也循环2次。 这种讲实质参数,重递给b调用的这个函数的形式参数,这样过程叫做参数传递。 叫参数传递。好,下面我们再编写一个函数。 参数呢,可能有多个,我们现在是一个参数,我们想要现在有多个参数比一个函数。 假如叫这个addadd,是吧?在这里假如有两个数,一个叫a,一个叫b。 然后我们在这里什么?return a加b的折。 就是我们把两个形式参数ab的这相加返回。 返回的这因为是inter,所以返回的就要比较inter。 然后我们在这里调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调用这个add,就是3和5。 然后我们在这些add的时候,因为add形式参数,必须需要两个形式参数a和b。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必须提供两个,如果你提供一个,就出错了。 就我们这样,它编译就会出错。 你看,它是tofail的参数,就是太少的参数。 如果多于这个呢,也是一样去处,是吧?to many,就是太多的参数。 所以参数各种,实质参数呢,和形式参数各种是一样。 那么3就存给第1个a,然后呢,我们就给b复制。 然后呢,这里的a和b分别是3和5,相加的结果是8,是吧? 然后我们把相加的结果可以放到一个c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哦,这里没的。 它再少了一封了。 我们直接把结果打印出来吧,这个c里面。 打印出来的就是8,是吧?当年我们没有换行。 当年我们也可以直接什么? 把这个,在print函数里,把这个函数里用,在这个print函数里执行,是吧?就是3和5。 这样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c它是没有使用,是吧? 没有使用,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净化。 现在也是3和5。 我再改成30,并一下。 这就是函数丢用的时候,要把实质参数给形式参数负责。 这样一个过程叫做参数传递。 以上是你就可以做参数智 Process子参数的角色。 你能在路上放什么 superior Step M Speed吗? 感谢观看